我想讓我的女兒知道 無論如何 事件怎麼變 我都依然在妳的背後 童星出身的演員郝紹文 昨天針對她的女兒 遭校園霸凌事件做出回應 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這個事情的發生 它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我在這段時間裡面 很平凡的往返 然後去處理 我要承擔起一個父親的責任 我想讓我的女兒知道 無論如何 事件怎麼變 我都依然在妳的背後 做妳最穩的靠山 郝紹文2022年 和中國籍化妝師林寧瑞結婚 她也對妻子的8歲女兒勢如己出 不料近日她的老婆發長文控訴 女兒遭校園霸凌 她表示 校方在案件還沒開始查證之前 就已經給孩子洗腦錯誤的價值觀 以及扭曲事實 還稱這是一種朋友之間的遊戲 好 少文妻子難過的表示 已和學校三次會面 但校方的強硬態度令人相當無助 從沒想過孩子會被霸凌 更沒想過會被校方二度傷害 據了解她的妻女讀的是私立貴族學校 一年就要20萬人民幣 而這起校園霸凌事件 警方也已介入調查 郝紹文強調會保護好家人 只求孩子平安健康